大家好 Obsidian除了笔记的功能以外 其实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透过它来建立各式各样的收藏资料库 例如个人的图书馆 电影资料库 音乐资料库 以及各式各样的图件 这些收藏资料都可以透过Obsidian自由书写的特性 而可以很快速的来建立 建立好这些基本资料以后 再透过DataView 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执行各式各样的查询 不必因为应用程式或者是特定网站的功能限制 而没有办法做到随心所欲的需要的各种查询 所以这一支影片 我希望能够透过最少的外挂 从最基本的建立储存库开始 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收藏电影的资料库给建立起来 希望这一次的讲解能够让大家可以了解Obsidian除了笔记以外的其他功能 由于最近靠近了228 又遇到了悲情城市4K数位版的重新上映 因此我打算用侯孝贤导演的电影 来做电影资料库的建立 以下就来看一下这个收藏资料库需要准备的一些工具 以及我们需要安装的一些外挂 在建立这个电影资料库的过程中 我们会需要两个工具 第一个是剪贴部的工具DETO 第二个是简体转繁体的Converter ZZ 因为这一次要操作的资料来源是中国大陆的豆瓣网 那它是简体的内容 因此我们会需要透过这个Converter ZZ 的剪贴部 简体转繁体的转换功能 直接就把简体中文换成繁体中文 接着就来看一下操作的步骤 第一个需要把电影资料库的储存库给建立起来 需要在档案总管里面来建立资料库 档案总管按右键选择新增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的名称把它叫做Collections 建立好以后在Opacity 里面点击储存库的按钮 在储存库的按钮里面直接再点击开启 然后找到要使用的资料夹 Collections 这个资料夹 然后再点击选择资料夹 它就会用这个资料夹当做这个新的储存库了 我们把画面给放大 接着就来安装需要安装的minimal布景主题 因此我们进入设定 在外观里面找到布景主题 点击管理来做浏览 这第二个就是minimal就是我们这一次要安装的布景主题 这个布景主题选择好以后 再来安装需要的第三方的外挂 需要安装的第三方外挂 有下面这几个 有Style Settings Minimal Theme Settings From Temperature From Temperature是这一次的模板要使用的一个外挂 还有查询资料要用的Data View 后面这三个是属于选项式的 你如果觉得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把它启用起来 如果你需要使用证则运算式来变换某一些特定内容的话 就可以安装这个Regular Expression的Find Replace外挂 还有Hover Editor 可以方便我们使用小视窗的方法来做资料的修改 另外有一些照片的部分 你希望它能够做放大旋转等等功能的话 就可以再安装Image Toolkit 后面这三个不是必要安装的 但是上面这几个基本上是需要安装的 我们就依次把这几个外挂给安装起来 首先我们要先启用社群外挂程式 因此要点击它 然后接着再点击浏览 再来搜寻要安装的外挂 再点击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再启用就可以了 外挂安装完成以后 接着来做一些基本设定 首先先把编辑器的缩减行宽 这个设定给取消掉 缩减行宽 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宽的内容来呈现 需要这些电影的资料 然后接着再来做第三方外挂的一些设定 尤其是from template进入它的选项 然后把要使用的资料夹给选择好 现在还没有建立资料夹 这边没有办法做设定 因此我们先来设定资料夹 现在在档案浏览器这边点击新增资料夹 第一个资料夹就是模板 把它叫做templates 接着再建立艺人的资料夹叫做artists 再来建立电影的资料夹叫做movies 最后再建立储存查询笔记的资料夹叫做queries 建立好以后再回头来做设定 把这个from template 它的模板的资料夹给选取好 那就是这个templates 然后建立新的笔记的时候 需不需要把它的超链接给回写到目前的笔记 这个功能把它给取消掉 不需要回写 以免破坏到了目前正在编辑中的笔记 假设就先做好这些内容 接着就来新增第一个模板 第一个模板要新增在templates资料夹里面 因此把它开启起来 按右键点击新增笔记 那在这个笔记里面就可以来输入第一个模板 名称叫做from template artist 那这个艺人的模板的内容 就直接从豆瓣网把他的内容给复制过来 当做基础的一个栏位的设定 现在就是在豆瓣网里面 把侯孝贤的栏位都给选取起来 按下Ctrl C 再回到Obsidian里面 按下Ctrl V 那这个就是我们会需要存放的内容 那现在因为这些栏位到时候都是要当做查询的栏位 我按Ctrl往上把字体放大 这一些栏位可以放在YAMO区 但是因为放在YAMO区的话 显示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些内容 但是这些内容是我们需要看的 因此就必须使用DataView的栏位格式来设定它 那也就是要把一个冒号变成两个冒号 因此按下Ctrl H 把一个冒号改成两个冒号 让这个栏位变成是DataView的栏位 栏位都输入好以后 再把所有的内容 Ctrl C 再透过已经执行的Convert ZZ 它的剪贴步转换的功能 按下我设定好的Hotkey 是Auto-T 它可以自动把简体中文转成翻体中文 那现在就已经通通都转好了 接着我要把栏位右边的内容给清掉 因为后面这些内容等一下可能要再使用 因此先把它给复制起来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侯孝贤这个名字给复制起来 然后把每一个栏位都复制到系统剪贴簿里面 后面这些栏位就不需要了 因为变数来取代它 因此就把它全部都删除 接着再输入栏位 那FromTemplate的栏位是用大括号刮起来 为了方便起见这些栏位 就直接用中文的字串来当做它的栏名 这些栏位都输入完毕了 那接着再把它的需要的修改 再来做一下变更 我们会需要一个照片 那这个照片只需要它的网址就可以 把这个内容给改变 假设影片大小只需要300个Pixel 然后后面是照片的网址 再多增加一个栏位叫做照片 那这个照片的栏位把它设定在YAMO区里面 所以我在上面先增加 三个简号开头 三个简号结尾 在这个上面来增加YAMO区 要放在第一个标题的最上面才可以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建议一个栏位叫做照片 接着再来指定笔记的标题就是档名 也给它一个栏位叫做title 然后我们要再指定这一个艺人的模板 它有一个特定的标签 叫做artist 因此就使用tex 这个预设的YAMO栏位来指定它 这个artist标签是固定的 接着这个是标题 就是档名把它改掉 这样子图形就已经产生了 这边漏了一个姓名 我们应该要补一个姓名 那么第一个模板就已经建立成功了 接着来测试一下这个模板 可不可以正常的执行 首先先按Ctrl-P 进入命令面板输入from fromTemplate 有一个reindex的功能 点击它 让它执行 再按一次Ctrl-P 再输入from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刚建立的这个模板 点击一下这个模板 让它执行 刚刚输入了这一些中括号刮起来的栏位 其实就通通都变成了输入的栏位了 就依次把需要的资料给填进来 才建立第一个艺人的笔记 就按下Ctrl跟倒影号 把DETO的视窗开启起来 然后把需要的内容给依序的存放进去 要注意的是 现在fromTemplate 它有一个bug 就是笔记的档名 它的中文都会被过滤掉 因此你记得一定要有一个英文的内容在里面 才不会出现错误 接着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刚刚似乎没有完整复制下来 就回多半网 直接再点击右键 再选择复制影像连结 然后再回头把内容给贴进来 如果有漏掉的内容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回去原始的网页 把内容给贴进来 两位都输入完毕以后 就点击Add 它说找不到路径 它产生错误的资料夹了 回头看一下这个设定 因为如果没有特别指定它的输出的资料夹的话 它预设会写到TEST这个资料夹里面 这个模板要指定它的输出的路径才对 所以在这个模板里面来修改 加入需要的内容 把游标移回YAMO区 然后输入Template Output 栏位来指定输出的路径 输出的路径是这个Artists 也就是档案浏览器看到Artists 资料夹 在这一边指定好资料夹以后 刚刚的动作再重新做一遍 因此就点击Ctrl-P 输入From 找到这个模板 然后把需要的栏位给依序填上来 栏位输入完毕以后点击Add 然后再到Artists 资料夹看一下 档案就已经产生出来了 接着再针对这个内容 我们再来做一些调整 就是档名的部分 把这个中文名字给换上去 这样子就把第一个内容给建立完成了 接着我们再来建立另外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就是电影的模板 因此在Template 这边按右键 再点击新增笔记 它的档名把它叫做From Template Movie 内容就是类似刚刚的操作的流程 再到豆瓣网找到电影的内容 把这个内容给全部复制起来 Ctrl-C 再回Opc.Ctrl-V贴上来 然后把后面的内容换成栏位 这个内容我已经有整理好的 我就直接从整理好的内容 给整个全新的把它贴进来 贴进来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类似刚刚的模板 首先我会先指定一个Template Output 栏位 它的输出的栏位是Movies 就是档案浏览器这边Movies这个资料夹 然后它的标签会叫做Movies 一样给它一个title冒号 后面这个是一级标题 就是档名 后面会有一个照片 照片用300个Pixel来呈现 它会使用照片这个栏位 照片这个栏位 在我们的画面里面 没有指定这个栏位 但是它一样会出现这个内容 让我们可以来输入 但是为了保险旗舰 这边我们应该是 加上一个照片的栏位是比较好的 因为到时候做查询的时候 会来存取这个栏位 然后后面就再指定 这一部电影的导演、编剧、主演、行别等等 这些内容 这个里面我可以看一下这个IMDB 这里它使用的是Markdown的格式 首先是用中刮号 所以这边到时候会显示它的IMDB的号码 同时它会变成一个超链接 因此后面也指定了这个超链接的名称 看一下刚刚的艺人的部分 有没有做这样的操作 它这边没有办法直接跳到IMDB的网页 所以把这边改一下 这边是显示的部分 用中挂号刮起来 后面需要用一个网址 它的网址是 httpsimdb.com 写先name 这个是艺人的网址 这样子好了以后 这个样板下次再产生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超链接 刚刚这一个侯孝贤这里 就可以再做一下修改 接着一样就是可以做Ctrl-P 再打From 再做一次索引 接着再按Ctrl-P 输入From 可以看到刚刚电影的模板就产生了 点击一下 依序从豆瓣网里面 把内容给输入进来就可以了 我已经建好了 接着我就直接把我建立好了这些笔记 复制到这个新的储存库里面来 加速我们整个示范的过程 我预先准备好的内容 已经都复制进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艺人的部分 我建了两个 一个是侯孝贤 一个是梁朝伟 电影的部分有这几个电影 有侯孝贤的几个电影 还有无间道 这个是梁朝伟的电影 有了这些以后 接着就来建立一些查询的条件 这个是我复制过的内容 这里面我已经写好了 这些查询的程式码 我先来看一下这些程式码 在这个电影的后面 我用二级标题写了一个电影 表示是这个艺人他参与过的一些电影的内容 他这个目前出现了一个disable 必须要到设定里面 把DataView的 inline的语法给启用起来 因此进入设定 第三方外挂 找到DataView的选项 在这个DataView的选项里面 把JavaScript Queries 跟Inline JavaScript Queries 这个选项都给开启起来 这样子他就可以出现正确的内容 移开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就出现5 表示在我的资料库里面 属于侯孝贤的电影有5部 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写的 他其实是使用DataView.js的inline的写法 首先就是把警号movie 这个标签的内容给找出来 再去过滤每一个笔记里面 他的导演这个栏位是猴孝贤的 然后把他的长度给取出来 我这些所有的笔记里面 导演是猴孝贤的 就会被算出来 因此就是有5部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这个资料的内容 是怎么呈现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内容 就是使用DataView的Table 然后指定需要显示的栏位 会有上映日期跟IMDB 后面就是使用Markdown的格式 但是因为照片的网址 是存在照片栏位里面 透过这个双影号 金单号 两个中刮号跟刮号的方法 来形成图片的Markdown格式 这个栏名就一样把它叫做是照片 要从警号movie 所有笔记里面 含有movie标签的内容给找出来 条件是导演要等于猴孝贤 然后使用上映日期来做排序 因此就可以看到内容就呈现出来了 这边为什么用卡片的方法来呈现呢 因为我们在EMO 区里面 使用CSS Classics 这边指定他是使用卡词 我们先把这个卡词给拿掉 再回来看 这边才会变成是标准的表格的形式 这个是没有使用minimal cuts 这个CSS的时候 他会用这种标准的方式来呈现 所有的栏位就是刚刚指定好的内容 我们刚刚指定好的这几个栏位 然后他就会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来呈现 这个就是某个艺人里面他参与过的电影 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给查询出来 如果觉得这样的内容呈现画面太长 就把它变成卡片式的 在这个CSS Classics里面 把刚刚的内容贴进来 首先你要用卡词 这个CSS Classics 表示我要使用卡片的格式 然后我要 我的每个卡片都要向下面集中 这样子每个照片的高度才会一样 然后我需要4个栏位 因此会出现4个 如果你希望出现5个 就把这个4改成5 它的值是1到8 这样子就有5个了 接着再来做其他的查询 其他的查询 就把它放在Queries资料夹里面 在这个Queries里面 就可以依次来建立需要的这一些查询 我们回我们的笔记来看一下 接着要来产生一个电影清单 就是我的资料库里面 到底有输入了几部电影 复制这个DataView的程式码 再回到储存库里面来 在这个地方新增笔记 把刚刚的内容给输入进来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变成是清单的格式的 这个是复杂了一点点 因为它是使用DataView.js做的 再回头来看一下好了 这个是使用DataView.js 它是产生清单的格式 因为这样的格式 DataView本身的程式码是没有办法呈现的 因为它不是Table就是List 因此每一个项目会占独立的一行 但是我们现在希望把它变成是 在一行里面呈现多个 如果要变更这种显示格式的话 原来的DataView没办法用 我们就必须用DataView.js 因此我们这边就使用DataView.js的写法 在这边就必须使用JavaScript的写法 你如果懂的JavaScript的话 应该很快就可以把它给建立起来 我简单的讲一下逻辑 首先用DataView这个共用变数去Pages 去取得需要找到的笔记 那我们用警号Movie表示 笔记里面有标签是Movie的就会被找出来 然后接着要做过滤 那过滤的条件就是 每一个Movie的导演 它的字串的内容要是猴孝贤 那这样子就把所有笔记里面 导演是猴孝贤的过滤出来 然后接着再按照上映日期来做排序 再建立一个空的阵列 那这个阵列叫做Atitles 然后接着把刚刚上面建立好了 这些符合条件的笔记 用for做一个回圈的处理 然后在这个回圈里面 把每一个电影的标题给找出来 然后形成用党名加上IMDB的格式来呈现 因此就会看到中括号是title 就是党名 然后它其实点击以后 它会用IMDB里面的内容就是网址 找一个电影比如说悲情城市 它的IMDB在这个地方会是这样的一个网址 我们就把这个网址给取出来 然后再把它给加到这个阵列里面 最后再用这个dv.paragraph 它会形成一个diff的内容 把每一个阵列的内容用一杠来做连接 最后出现的就是这样的内容 这个是dataview.js的写法 用简单一点的写法 直接用dataview的程式码区块的写法 在这个地方 要列出所有的艺人 点击复制 再回到这个里面 这个是用艺人查询 这个内容应该是把它给放到艺人的画面里面 看一下侯孝贤这里 它其实就是这一串内容 接着要再做第二个查询 新增笔记 然后我们名字把它叫做query byartist 把内容给贴进来 不是这个内容 是这个内容 复制 这个就是把所有的艺人全部都列出来 看一下它的写法 它其实就是一样用table找出姓名跟照片 然后有警号artist的笔记列出来 然后要把templates 资料夹给排除 因此就用双引号templates 这个资料夹 前面多加个简号 表示是排除 这样子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艺人的内容 就显示出来了 接着再来做一些其他的查询 希望要用电影的类型 来把电影给列出来 比如说要有剧情片 要有爱情片 然后就点击复制 我再回头把这个内容给贴进来 在queries这边呢 一样再新增新的笔记 然后把内容给先贴进来 把档名改掉 剧情片有六折 爱情片只有一个 它的语法是这个样子 从警号movie 我的笔记只要有movie 这个标签 然后要排除templates这个资料夹 那只要我的行别这个栏位 有含有剧情的话 就给呈现出来 那在这边为什么不用等于等于呢 是因为它这个行别是有多个类型 组成在一起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无间道 无间道里面的行别有这几个内容 使用contents 把含有剧情的就全部过滤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把剧情片给呈现出来了 以上就是从头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电影资料库 使用到的内容就是很简单的透过Data View 跟Minimal Theme 就可以把需要的内容给呈现出来 希望今天的介绍对于想要充分利用 Minimal Theme 跟Data View的朋友能够有一些帮助 今天就介绍电影资料库的建立的程序到这边 如果大家觉得我介绍Obsidian内容 对于你在Obsidian的使用上有帮助的话 请记得多加分享按赞并且订阅 谢谢各位